救護車抵達敘故現場 一名男子慌慌張張 聽到救護車來了 緊急跑出來 示意有人受困在裡面 人在哪裡 在桶子 在布局桶子裡面 有工人在清洗塑膠原料桶的時候 不慎困在四米深的桶槽 此時裡頭的氧氣濃度 竟然只有15% 來名工人已經陷入昏迷 加上原桶洞口只有50公分 消防隊員情急之下 趕緊先將兩指氧氣鋼瓶垂上下去 延長黃金救援時間 而這個時候 氧氣濃度已經恢復正常值21% 工人被救出來時候 到院前已經恢復了意識 OK OK 就這樣子放下去就對了 就這樣放下去 放兩支氣體這樣 當時消防隊員就像這樣 先將氧氣鋼瓶打開 用繩索垂降至桶槽內 讓兩名工人在短時間內 有足夠的氧氣 恢復意識 可以和消防隊員溝通 因為如果缺氧超過10分鐘 腦部可能就會造成永久的損傷 放下去一段時間之後發現 其中一名患者就醒過來 然後我們就很遠下去 依序地將兩名拉上來 這次犯在台南家裡 一間樹枝花船工廠 一名46歲的外籍勞工 在清理原料桶時突然昏迷 一名台籍員工進入查看 自己也失去了意識 動口小 氧氣濃度越來越低 兩個人差點因為嚴重缺氧喪命 所信消防隊員緊急垂降氧氣鋼瓶 搶救得宜 擊退死神 記者 賴慣張 台南報導